前天差一點停電 台電已經做好 北台灣預備要停電了 分區供電 因為什麼 因為當然跟地震是有關 但是問題是 那你天災人禍在台灣 常常發生 對不對 不是颱風就地震 你要準備 這種情況來怎麼辦 甚至將來如果老公包圍你 也怎麼辦 你都要想好這件事 不能說天災 我怎麼辦 和平發電廠不行 然後前天晚上 四個發電廠通通都出問題了 那你說怎麼會都一起出問題 就是這樣子 烏漏偏逢連夜雨沒聽過嗎 福無雙至 禍不擔心沒聽過嗎 古人就告醒 就常會發生這種事情 好了 結果 昨天 那是前天 昨天桃園跟新北加起來兩次 萬戶停電 又停電了 那到底為什麼 桃園有七千多 新北有好幾千 王美花說 聽這句話 我馬上聽這句話 因為我好像馬上下台了對不對 經濟本換人 他說夏天前供電都會穩定 那夏天呢 不可能 夏天前供電都會穩定 那七八月真的熱的時候那怎麼辦 他說會不會有問題 那陳建仁 人家問他 電要怎麼穩定 他說要搶救台電故障機組 趕快把它修好 另外桃園三度挑電 山陣就火了 桃園是用電的重要的工業大線 那麼多工廠的這個地方 所以能源政策 黃腔走板 真的 我常常覺得一個政黨 怎麼可以為了你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的偉大的意識形態 把國家能源政策搞成這樣子 讓中油賠一兩千億 台電賠三四千億 然後還有電家一家再加 然後電還供應不穩 怎麼可能任何一個負責任政黨 都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情 只是為了自己一個 一個虛幻的一個理念 所以張勝正說 民進黨的政策叫做 荒腔走板 罵蔡英文 而且說是上糧不正 下糧歪 因為八年內這個能源政策 錯誤的能源政策 尤其桃園是用電大事 工業用電尤其明顯 所以一停電 桃園就損失慘重 影響也滿大的 現在環保團隊也講 你新達燃煤機組還在燒 環境部禮拜五前說清楚 還在燒 還在燃煤 所以高雄那邊也是很慘的 另外這個 但是前核四廠產黨王博會說 今年夏天沒有那麼容易度過 因為7月核一場 核三廠一號機就要停了 然後你其他的機組 畢竟能夠補得上 另外就是說它也會有意外 一定會有意外 只要是人力操作就會有意外 只要是機械 機械也可能有意外 而且現在才4月 所以賴斯堡就問7月 大家都開冷氣怎麼辦 到時候怎麼辦 而且現在到了晚上 就沒有太陽能了 沒有太陽能的話 你的電就供應來不及了 所以卓榮泰還說 穩定供電為第一藥物 大家也都知道是第一藥物 怎麼穩定 所以李院哲也說 政府的政客都是騙人的 怎麼可能2050近零 達到近零 是不可能的 金營兄 可不可能到時候就知道 到時候不可能 一定不可能 一定不可能 不可能 你現在算也算得出來 這個是一個模式 一個計算 預測 不過基本上還是要努力的去做到 現在剛剛在談新的任命的 郭部長 經濟部長郭智輝 現在要談是限電可能的危險 供電的不足 事實上這是同一件事 因為你看這一次 大概能源上面用電 上面碰到什麼問題 完美的話就要出來解釋半天 然後要出來張羅 出來這個說明 被調到立法院去 過去還好 過去至少民進黨在立法院是多數 被罵一罵 敷衍一下是可以過去的 現在立法院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各位準備要入閣的部長 可能要做好準備 要有耐震的自我這個測試 否則的話就不要接 要不然你會很慘 第二個 剛剛大家在談新的經濟部長 在中國有多少多少的投資 工廠的運作 公司的運作 我跟你講 該害怕的是他自己 不是我們害怕他來接經濟部長 你要知道 他接了經濟部長以後 他在中國的那些 可能要退出市場 可能 這個我不知道 共產黨做什麼事 大概我們已經很清楚 所以他大概也經過一些計算 或是說思考 沒有問題 才接的 最大的一個挑戰 百萬那個小錢 不要去講那個 像我在稍前 稍前 找理由 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他現在最大的挑戰就是說 這個郭部長 經濟新的這個部長 他到底有沒有能力去處理能源短缺的問題 我覺得兩岸的部分可能不是他 單純一個部長可以化解 需要化解 但是那個是總統層級 甚至國際政治的一個安排 但是能源是我們自己要去面對 美國人不會幫你去解決能源的問題 雖然全世界大家都在擔心 說你能源如果在什麼情況下不穩的話 什麼半導體的供應會出問題 全世界會大亂 這個是擔心 提醒 警告 但是真正要去處理的是部長 部長帶他的幕僚 然後台電跟相關 跟電的供應 甚至電的所謂安全性有關的 這些系統的業者 官民合作一起來解決 不是那麼容易 說實在 再加上你說又要電 然後又要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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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 二氧化碳的這個問題 哇 這個實在是 要賴清德來找我 去主持這個經濟部 恐怕我在走得像在背 這個不是一個 一般人可以去面對的重大挑戰 我們看一下經濟部 晚上9點多 沿路上路的號碟都沒亮 這不是壞掉 而是跳電所引起 為了避免車禍發生 易交緊急指揮交通 這也是當天第二次 16號下午1點16分 台電無權配電變電所 發生潰線跳脫 影響桃園清浦共3762戶 直到下午3點55分完成搶修 結果晚上9點45分 清晰配電變電所也跳電 兩個小時後才恢復影響上萬戶 畢竟一天兩次住戶心裡有些不滿 針對停電問題 台電回應電纜故障 高壓線段落造成清補 桃園部分地區停電 後續加強巡邏 只是連桃園市長張善政 忍不住炮轟 畢竟還沒進入夏季用電高峰 失業員林泰質疑全台會不會再次進入限電風暴裡 且核四廠長王伯輝上廣播節目中也談及缺電問題 但今年7月後核三廠機組陸續停運借時下季電量到底夠不夠用 外界相當質疑 經濟部長王美花親自說明 0403的地震讓有一些機組受到損傷 稅修的機組有一些是到5月才會回來 5月回來的原因就是在因應這個夏季的用電的高峰 王美花也說進入夏天前 供電會恢復穩定 來 越方兄 核電 綠電 各種電 民進黨常常都認為說 國民黨是一個保守 反動的一個政黨 可是你去看 在國際上來講 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認為 你真的要救這個地球 你就只有相當程度要使用核電 你看德國 他們綠黨他們 他們來是很虛偽的 他們反對核電廠 我請問你 你用的電是哪裡來的 法國 法國的核電廠 生產的電 丟到歐洲的電網裡面 然後德國從他們拿出來 然後你說我不要核電 你在享受核電 然後你說不要核電 日本是很保守的一個社會 而且日本是真的福島的核災 是給他們很大的傷痛 到現在為止 還有幾萬人都回不了家 因為那家土地污染很厲害 日本現在呢 他們的國會 知名黨本身 然後加上他們國會 都在慢慢在解放 在解套 老的電廠讓你延期 一再的延期 難難到核電廠也在越蓋越多 這是個世界的趨勢 請問你 你現在除了 在台灣我們除了講 要救這個地球以外 我們在講一件事 你周遭去看一看 我們有多少人得所謂的飛遷奶 非常多 我那天跟一個好朋友在一起說 她媽媽要走了 其實年紀也不算很大 對不對 60幾歲 現在很多年輕的 也就是女性 30幾歲 我看了好多 也不抽菸 也不做飯 空氣 所以你不要講說 我有很偉大的勤操 要救這個地球 我們就先不要講那個 先講救救自己台灣人好了 你明天想看 陳建仁 你自己是不是得飛遷奶 我很尊敬的陳定南 也得飛遷奶 蕭萬場副總統 也得飛遷奶 我們得飛遷奶還不夠多 還不夠讓我們警惕嗎 有一點吃飯 幾個朋友在那裡 現場就有兩個人 是台大陳靖新教授的 那個醫師的 他的病人 他們兩個都飛下來 都他動了 吃個飯才幾個人 五六個人在一起 兩個人 同一個醫生 幫他們動個刀 這還不夠嚇人嗎 為什麼 台中的中火燒了這個東西 就是受苦最多的 就是台中啊 雲林 南投 高雄也是 高雄也是 你燒這個 你高雄 所以民進黨 你不要講 對不起 對不起 台灣人 你對不起你的支持者 支持者 對你最支持的 就高雄南部這一帶 受害最深 結果受害是最嚴重的 空氣的污染 燒煤燒得最多 所以我今天要講 民進黨這是一個保守的 是個僵硬的 是根本上潮流的 而且是一個很虛偽的政黨 你明明知道 這個地球需要被救 你明明知道 台灣你必須被救 你有責任 有義務照顧 這麼支持你的南部人 就你繼續在燒火 再繼續在燒 然後台電 台電的財政也一塌糊塗 背債 舉債這樣過日子 一個國營失業 搞到這麼大一個國營失業 負債累累 但是當你執政者 你不覺得很丟臉嗎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 大家要面對這個問題 你今天 你們可能民進黨是笑 那你國民黨你自己提案 你提案 你幫我解套 你提案通過 我就順自而為 核四也可以恢復 老的這個電廠 就可以這個演繹 我告訴你 如果你們覺得 你們是一個很有理想的政黨的話 我告訴你 為了理想 你就應該要負責任 那個責任就是說 你自己怎麼幹的 自己去解套 不要期望國民黨替你解套 我在這邊公開呼籲賴斯堡 我跟你講 你不要笑我那麼傻 當年核四 封存就是我提的 在黨的這個會議上我提的 他說洪秀樹當主席 馬上打電話問馬鞭九 馬鞭九就改了我一個字 證明他學問比我大 改了一個字之後就通過 我現在認很後悔 因為我們都覺得 國民黨都很善良說 這個林毅雄先生在絕食 如果我們這樣搞下去的話 他如果死了 他已經很可憐了 你看他媽媽也死掉 小孩子也死掉 我們是不是大家都覺得 對他覺得很不冷心 好了 我們有這個側隱之心 要幫這個林毅雄解套 結果最後一個核四 花了幾千核四死在那裡 我半夜醒來 坦白講我也有內疚 所以賴斯堡 你不要再犯一次 比我更嚴重的錯誤 你剛剛講 是台大 陳進行 陳進行是外科 肺腺癌外科的名義 他現在台大治癌院副院長 朋友去看他的診 滿滿的都是人 而且背後還貼個條字 你的肺癌0.6公分一下不要來 只有0.6公分 第一個你確定 而且你已經長到0.6公分以上了 你才來看診 你就知道多少人得這個病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 那麼很多軍公教在抱怨 說停止砍軍公教退休金 怎麼沒有辦案子 什麼意思要停砍 因為他現在砍 每年都在砍 不要再砍 到此為止 對不對 你們當時說 砍了我們以後要砍那個勞保 勞保一個人都不敢動 只管四十條軟 四十砍我們 所以既然你也沒達到 你原先的規劃 你砍我們能省多少錢 幹什麼都不要砍算了 吳宗憲說優先法案一定會儘快 現在還沒排 但一定會儘快排 朱立倫說 退休軍公教是要尊重的 你不能只從財務角度 你要從其他的角度 法律部署既往 還有這個要 要有誠信 你政府 另外李四川說態度鬆動 認為如果我選新北市長 韓國一定支持我 韓國有勸他去選新北市長 因為新北市很重要 侯友宜馬上要認滿 那以後認滿以後誰來接 最大的直轄市 有400多萬人 所以大家都認為 李四川當過新北副市長 做得不錯 官升也滿好的 所以如果我要選 韓院長一定會支持我 李四川說 不過韓國瑜沒有勸我 所以說還是警報蔣萬安 萬安警報 到底是怎樣 萬安警報 那韓國瑜有勸嗎 蔣萬安說你們都還沒放下 因為李副市長我也看不太懂 李副市長在臉書PO了說 放心時 他都已經PO了放心時 你們都還沒放下 李副市長都已經放心了 你們還不放心 不放心 因為大家對新北的 未來市長是誰很緊張 現在除了講理之後 還講林毅華也可以去 新北市選市長 蔣萬安說動我一個副市長 不過兩個副市長都要動 兩個都要動 另外這個 人家去問侯友宜 侯友宜說要問蔣萬安 所以到底怎樣 我們看一下新北市 好 新北市長侯友宜 兩任的戒期是即將要屆滿了 那麼現在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 就頻頻被點名 可能要接棒來參選 那麼現在更傳出 立法院長韓國瑜 是親自的建議這個李四川來選新北 對此間李四川最近回憶 一起帶你來聽 韓市長沒有跟我談這個事情 謝謝 謝謝 那你自己的個人意願 謝謝 謝謝 我已經談過 有跟市長討論過了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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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跟小市長討論過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警報完了 李副市長都已經PO出了放心時 你們都還沒放下嗎 韓君 現在這個狀況很有趣 因為我們幾乎是 總統大選一結束之後 可以說2026就已經開始起跑了 而且因為民眾黨方面 擺明了現在8名的 不分區的立委 有好幾位都是只要當2年 然後就要去部署了 所以等於是把這個議題 就是盡量的往前推 大家就是推到現在大選才剛結束 就這問題就立刻就冒出來了 其實就總體的戰力 各方面來講的話 當然李四川傳北是博爾人選 他如果願意去參選的話 國民黨在新北市長的這一役 就有很大很大的把握了 我覺得李四川當然是第一的人選 因為雖然說侯市長他是在一直培養 而且也希望劉荷然副市長可以接班 但是我們知道新北市長這一役 是很大的一個挑戰 以目前檯面上的幾位被點名的 不管是劉荷然副市長 或者是說孟凱 因為他是全國最高票的 立委當選人 看起來條件上面來講 只要李四川願意動念 願意真的撩下去的話 我想這個局就會是他的 靖穎 黃國昌也想選對不對 對 他確實應該在 從現在開始他已經陸陸續續 跟我們新北市黨部的主委士宣 在跑一些林里長的這些座談會等等的 確實一直在台北市的狀況就是 李四川的聲量好像比蔣萬安 還要再更高一點 川柏不管是寫臉書 或者是他對於媒體的一些應對 在議題上面 比較能帶動媒體的一些關注度 所以大家對於他就非常非常有興趣 很喜歡哪一些議題去問他 甚至他臉書上的這些回應等等 甚至他放一張照片寫放心時 大家也會想說聯想一下 是不是跟新北市市長的議題有關係 不過現在看一下蔣萬安在台北市政府 他確實有兩位副市長 那還有一位副市長是懸缺的 也還沒有找到人 那兩位副市長其實對於他而言 我相信在行政上面 對他而言是非常非常大的助力 那不管是逸華姐或者是川柏 他們兩位在行政上面 確實歷練上 帶給蔣萬安的東西確實蠻多的啦 那如果真的現在要去討論到 選舉這件事情的話 我覺得是有一點太早 畢竟川柏在工程上 或是在市場改建上面 他對於蔣萬安的行政上面 確實還是有一定的注意啦 回頭來講一下剛剛前幾段 在講的民進黨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做事還是比包裝 或是口號還要重要 當然大家都會看到民進黨過往 都是文宣非常非常強 像這次推出的內閣 也是講說AI內閣 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還以為他以後都會用 機器人的方式回答我們 結果他說不是 是創新跟行動力 讓大家會覺得 民進黨就是用這種包裝 或是口號式的方法在治國 所以你沒有病逝感 你怎麼會發現病因在哪裡 那缺水缺電缺工 這些一大堆缺這些事情 執政黨有沒有辦法去看到這些問題 這才是比較重要的重點 那當然他用了業界的人才 可是業界進到這些行政體系來說 我相信還是需要一段的時間來磨合 這些磨合的時間會讓 很多外界的人會覺得 你怎麼沒有做出成績 或是你一開始 口號喊得很大聲 漫天響 但是最後還是沒有成果 沒有成績的情況之下 大家會覺得 再套一句口號 理想很豐滿 但是現實很骨感 會讓人民沒有感覺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你洋洋沙沙 介紹了這麼多人 說是業界 然後要進來 幫助大家解決這些問題 可是最後還是沒有解決 這才是賴新德現在最重要的問題 來自仁 你們新北市怎麼看 我覺得第一個 當然新北市在2026年 是重中之重 因為如何找到一個 適合的新北市長候選人 來接棒侯友宜侯市長 非常的重要 當然我認為如果韓國瑜院長 他如果有出手說支持誰 我覺得這一個就會 讓他的聲量變得非常的大 這邊我要提三個重點 我覺得未來新北市長 具備三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一定要非常了解地方 第二個一定要相當的專業 工程背景的專業是非常重要 第三個體力要好 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川北好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川北過去擔任 我們新北市的副市長 非常認真 非常熟悉地方 他也是工程相關的背景 第三個為什麼我說他體力好 因為我這時候在中和 那時候在選立委選舉的時候 到最後一天 選前最後一天 我是拜託他來陪我站宣產車 他整個下午陪我站宣產車 站了四個小時 那時候我偷偷問他說 我說川北你累不累 他回我一句話 他說不會 我怎麼會累 我昨天站了一整天 在高雄都不會累 我體力很好 我就覺得就 還滿有趣 而且他這個人滿有趣 滿風趣 最重要我要講一件事情 新北市過去的建設 其實是相對於遲緩的 這次新北市選了 六席的國民黨的立委 其實是已經一半以上的 所以這六席的立法委員 我相信一定會跟未來新北市長 一起合作 一起努力 最重要是推動新北市的建設 這非常重要 這樣才是新北之福 我覺得那個像因為鄭文燦 他在他的任內當中 他就調了所有的立委 所以對鄭文燦來說是非常的傷 對於他未來的接班非常傷 所以任何一個在位的人 他一定希望他有個接棒者 所以這個對400萬人口的 侯友宜來說還是非常的一個重要 李四川 我說實在 我贊成乃京說的 就目前所檯面上這麼多人 包括國民黨有非常多人 就非常推薦李四川 然後上次運到韓國瑜 韓國瑜說 李四川自從當了我的副市長之後 終於有人知道李四川不是四川人 好不好 這就是 所以你就知道他常常跟他之間 是有非常大的一個默契的了 我覺得像如果把李四川的名字 抬出來之後最緊張的 那個最緊張應該就是蔣萬安 因為蔣萬安很清楚用人 所以你看他那時候三顧茅庐 把四川 他那時候身體其實太太是有意見的 他就把他請出來 那請出來之後 其實對於他在很多的 不管是大巨蛋的監工任何的地方 他都具有一個非常穩定的一個功效 然後最重要是 他之前其實跟侯友宜 在八年前 其實他們彼此之間就有一些 彼此都想要來攪拙了 那時候可能是侯友宜 他在這個名聲上面 就是比較勝一籌 但是李四川對於新北來說的話 這輪很清楚 我那時候選新北的時候就知道 李四川在所有的里長當中 基層的補充 李四川是一等一的 所以如果說這一次能夠 延續川柏的高人機 還有他的專業 符合剛剛智倫所提到的 我必須要說他陪我在高雄 也站了四個小時 一馬是每天 那個真的是很強 所以說如果能夠讓 李四川來出現的話 我覺得對於新北來說 這一仗國民黨還是有勝算 好吧 我們就決定李四川了 好 我補充一點 因為像李四川來當台北市副市長 然後他協助蔣萬安 然後在任期滿一年的時候 就可以讓大巨蛋市營運 這件事情真的是太重要 太好了 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於蔣萬安 對於李四川 對於台北市民來講 就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禮物 所以李四川有這麼好的一個表現 那個對於蔣萬安來講 他當然是非常的迫切的需要 那個職棒的開幕賽 就在大巨蛋的時候 我有去嘛 那個川北就是一個 很客氣的一個人 所以他在那邊致辭 就是很高興 看到這個大巨蛋能夠開幕或什麼 我想台北市民應該也很多人 恐怕都還不知道 今天能夠職棒 真的能夠在大巨蛋打成比賽 就是要感謝川北 所以夾著這麼好的一個政績 是希望他去選新北市長 尤其智倫剛剛講得很對 因為新北市的確需要很多建設 工程建設非常重要 新北市很多地方 其實以前都比較落後 所以李四川他以工程的背景 在台北市 新北市都做過 高雄市也做過 他這個人又很誠懇 很實在 很就是說很務實 而且他很有魄力 大家不要以為 看他好像很客氣 他是非常有魄力 很多決定是要負擔政治責任 他敢負擔 他就敢負擔 所以行政院做秘書長 很多重要的決策是他做的 非常非常敢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 徐小新控溫朗東逃兵 溫朗公反擊 你老公禍判免疫 那到底怎樣 那這個小新的老公 就拿出他的證明 說我曾經得過 而且現在還有小腿的血管瘤 那這個血管瘤 這個大小13.4 蠻大的 13.4 寬9.1公分 厚度2.7公分 到現在還在 沒有辦法以外科手術移除 所以走路是有困難 何況當兵要跑步 什麼各種粗糙等等 他說不知道溫朗東 能不能提出具體證明 不能 所以你害自己跟自己父親 他的父親的名義 希望他正式道歉 然後遙遠要止於自責 他拿出他的體檢資料 這邊特別講 國防疫院三種醫院 民眾診療所診斷證明 他的右小腿血管瘤 有運動功能的障礙 當兵當然 當兵看什麼時候 有一段時間因為兵太多了 所以你真的身體有問題軍方還不要你 甚至要補充兵什麼的 有一段時間因為兵太多了 現在兵又不夠了 所以每個階段兵疫政策是有不同的 有的時候胖一點也不要你的 瘦一點也不要你的 眼睛不好也不要你的 扁平豬也不要你的 有的時候又說要你的 另外所以他的先生伸出右腿拿出證據 血管瘤要溫朗東道歉 總很大 那徐曉昕就是你 然後我沒有那麼早跟我先生 那時候我也不認識他 他有沒有扶兵疫什麼 那時候我還沒有認識他 我後來認識他的 等等我們看一下 溫朗東是XX的 所以呢 所以那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槓溫朗東 兩人因為徐曉昕大姑設炸案 你來我一往 徐曉昕轉攻他逃兵疫 溫朗東反擊萬還多開新戰場 說他在香港出生 但是在台灣待夠久 所以要當兵 心訓順利完成 但下部隊嚴重失眠 高雄軍醫院 判他躁癒症免疫 他反咬徐曉昕老公劉彥禮也免疫 是軍醫背景的公公有失禮 我的弟兄都沒出來 院長離開的時候就說 有一個這個維文金 銀行要執政給他 他說我不要 這是給我的弟兄們 去年曾接受媒體訪問 屏東基督教醫院院長劉思源 就是徐曉昕公公 我也沒有在那麼早的時候 就跟他認識了 不僅毫無邏輯 毫無證據 而且也不是事實 這是父親我是自己去的 而且醫生 同樣做出來的診斷是 我的右小腿有動靜脈瘤 會造成運動功能的障礙 徐曉昕丈夫拿出體檢報告 和證據沒有靠關係免疫 而徐曉昕最近 找成了綠營攻擊標的 徐曉昕在說明這個案件之後 能夠請辭 並且主動接受調查 這個完全不是在刁難他 因為我們是用徐曉昕的這個標準 來去檢視他 激進黨到北檢和監院告發 財產申報不實 徐曉昕反而很開心 由第三方公正還他清白 但另一頭還有人醞釀罷免 網路上有人在問說要不要來罷免 徐曉昕 我覺得這或許是一個時機 一個契機 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有幫助詐騙集團嗎 藍營戰神以往狂對綠營放箭 這回親友設詐 反淪為回擊劍吧 好 這個 藍營怎麼看 我覺得巧欣這個案子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他本來就是純粹很單純的一件事情 巧欣的大姑就是他老公的姐姐 然後姐夫去涉案 這跟徐曉昕有什麼關係 而且徐曉昕他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他竟然就是發了這樣子的毒誓 他說我如果有牽涉到這裡面的話 我辭立委 如果我先生有牽涉到這裡面的話 他會跟他先生離婚 我覺得一個政治人物 他就是因為 徐曉昕他的表現非常的積極 然後而且他不管是揭蔽 然後去監督民進黨 就戰力十足 所以民進黨早就看他不順眼了 然後逮到這件事情 跟他們家有扯上一些的關聯 就這樣子硬是要把他給拖下水 然後東拉西扯 這個簡直是 簡直是已經是延伸到一些 根本跟這個本案 完全不相關的這個地方 然後還要去扯他的先生 當兵的這個時候這些事情 我覺得這些的指控 都有點不堪一擊 然後還有就是 台灣基進黨見列欣喜 也要在這個地方去摻一腳 甚至於還有人提出來說 要罷免許曉昕 我覺得這簡直已經是 把這個案子的本質 已經拉到不知道是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地步了 純粹的就是要來借著這個案子 要來給許曉昕 我覺得給他各種各樣的 不同程度的 這種就是要來去伺候他 然後就是要來去虐待他 我覺得這個 如果說不是因為許曉昕 他的精神力量其實還挺夠的 戰鬥力很強 很多人大概已經沒有辦法接招了 當然這件事情的討論 已經完全偏離一開始的新聞了 有時候看到後面的新聞 你還想說前面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現在完全就是 像文朗東前幾天也是站出來 跟媒體說他有一個 非常大的料要出來報 結果他只是拿了許曉昕 去按他大姑的臉書讚 就這樣而已 如果你是年輕人使用臉書的話 有時候按讚只是表示一種 我看過了這種感覺 我覺得這個事情很奇怪的是 民進黨的應該說是側翼 或者是比較第二線的攻擊手 群起攻擊許曉昕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很奇怪的作戰方法 或者是說他們想要掩蓋什麼東西 或是他們想要掩蓋什麼樣的新聞 同時之間 好像害怕什麼東西被發現嗎 所以才要用這樣群起攻擊的模式 去完全的咬住許曉昕 當然相對而言我覺得 曉昕在這些的回應上面 當然其實我覺得面對文朗東 他可以更加平靜一點 面對這樣子的側翼攻擊 我當然就是不予回應這樣就好啦 何必再回去 還要再跟他鬥呢 我覺得這都是不必要的東西 我覺得就到此為止 看久了還是會膩 一開始可能關心為什麼會哭 為什麼會抱著別的男人痛哭 那個一定是很大的一個打擊 一開始是在關心是真是假 搞到現在 我覺得這些都是太瑣碎 國家有那麼大的這個事情 要關心要處理 立法院也一樣 立法院有那麼多的這個事情要處理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在那邊主導 總是要向人民負責 人民要關心的事情是這麼的多 引導的事情我覺得就到此為止 我個人覺得你看 問題是大家都認為這是小事 家家有本來念的經 就像大家都說這關學小青什麼事 可是就關很多電視台有事 你們看難道沒事嗎 從下午的政論節目到晚上 每一個都在討論學小青 今天又可以討論他先生的腳 我覺得一個人可以討論到 到這樣一個程度真的是有夠了 這個台灣難道沒有任何人 可以對我們這些的政論節目裡面 對這樣子 不斷的這樣子 不斷的這樣子來做這樣子 空穴來風 歪樓的這樣部分 難道沒有任何一個方法 可以來制止嗎 說實力又這麼好 我是覺得每個人都是看到人 對事情都沒有任何的感覺 對公共政策沒有任何感覺 說這個人特別是八卦的感覺 大家就覺得 好像在投射自己的一番的部分 這真的就是一種投射 通過許小青的這樣部分 他過去這麼樣的強悍 過去正在地線的監督 你今天要給我殺掉 那種殺掉的那種感覺 就會讓很多人覺得很爽 你看連個烏朗東 只要弄到一個徐曉青 你看他的臉書 他的整個通告就完全爆亮 剛剛如靜宜所提到的 肯茂就那些小的事情 那又怎麼樣 小的事情裡面 大家他就不斷的又賣弄玄虛出來 我覺得政治人物 真的實在是有夠可憐了 而且徐曉青也是人家的媳婦 媳婦裡面公公婆婆 你看生了兩個孩子 公公是醫生 婆婆是一個教職人員 他生出這兩個孩子 然後你看女兒嫁到 這樣一個部分 你覺得公婆心裡 什麼樣的感覺 你身為媳婦難道 當然就會有一種感同身受 所以每個人罵他 所以你為什麼一開始 就如何如何 我覺得這個東西 真的是太沒有人性了 好吧 凡殺不死你的 會使你更強大 小青不會被這件事殺死的 小青會更強大 休息一下再會了 好 二類電信 然後這樣這個詐騙集團 能夠這個大發奇才 但是又牽扯住一個NCC的前委員 這個NCC前委員叫做蕭其鴻 被一個詐騙集團聘為顧問 而其鴻他的兒子的名義收錢 用兒子的帳戶來收款 他除了是NCC前委員 他是NCC的前主秘 而且兼發言人 所以這很重要的 他是承認NCC委員 NCC主秘兼發言人 叫做蕭其鴻 他在109年到111年 兩年做NCC的委員 為什麼他違反旋轉門條款 公務員離職後三年內 不得擔任跟他離職前五年內的職務 直接相關的營利事業董事監察經理 執行物資股東或顧問 所以他在2012年6月到113年3月 就當顧問 這個時候就是還在 旋轉門條款規範的時間之內 所以他也被起訴 因為他做了顧問 而且他違反旋轉門條款 NCC就是說很震驚 很遺憾 但是我們還是要繼續打炸 不會因為他去幫助 他去做詐騙集團的顧問 因為他是NCC委員就知道 到底NCC怎麼抓這個詐騙集團 該怎麼樣什麼都很清楚 就教這個詐騙集團怎麼回避 而且說他是當時 NCC關中天的要角 所以國民黨就是要查內部 是不是還有內鬼 除了他以外還有沒有別人 我們看一下 59歲的蕭其鴻是前NCC主任秘書兼發言人 因為電信專長擔任過NCC的委員 卸任後轉身當25電信的顧問 檢警調查詐騙集團使用的 黑莓卡比特卡躲避查器 詐騙所得高達6億3000萬 更震驚的是 前NCC委員是網卡電信商的顧問 我們表示震驚於高度的遺憾 這個其實是我們 這個我們消遣委員已經離職將近年了 所以這是後來我們才 因為檢察官在偵查的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有相關的人員被證人身份傳訊 所以我們才了解說 才發覺有這些事情 管電信業的主管機關人員離職之後 轉身變成電信公司顧問 NCC震驚立委炸鍋了 原來源頭的NCC 自己就派人在詐騙集團裡面當顧問 民党團炮轟 NCC委員淪為二類電信詐騙門神嗎 質疑政府打炸都是假 這個就是 詐騙集團他們在使用的白卡 這個東西還沒有壓印進去 這個事情還沒有通話 但是很多的通訊行 很多二類電信業者 他們的倉庫裡面 一定有一大跌這樣子的白卡 蕭其紅在109年8月到111年7月 擔任NCC的委員 卸任之後應該遵循旋轉門條款 三年內不得任職相關盈利事業 但是檢方調查他不到一年的時間 在112年6月到113年3月 擔任電信公司顧問 月薪5萬會入兒子的賬號 總共50萬 蕭其紅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被起訴 前任管電信 卸任轉身當電信顧問 這電信公司 還製作詐騙集團最愛的 黑莓卡比特卡 引發大罰 南志倫 我覺得這件事 聽到這件事讓我們覺得非常的痛心 因為詐騙是全民所厭惡的 基本上我們遇到很多受到詐騙的人 有時候是家破人亡 或是財產上極大的損失 這件事情就凸顯了 民進黨政府在NCC的人士 他的選擇上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尤其這件事情讓我覺得 最讓人家不能接受的是他去 因為他是過去是NCC的委員 所以他知道如何去躲避 這個NCC的一個 去做一個監督的一個動作 所以他利用白卡的動作 去閃掉一個很重要 我們一般去做電信業者 很重要一個KYC的一個步驟 就是說到底這後面使用 這個電話的人是什麼樣的人 所以這會不會是現在我們台灣 產生出這麼多的詐騙電話 詐騙簡訊 甚至更高進擊的一些網路 詐騙這些行為 所以真的 我看民進黨政府 真的在NCC的人士案的部分 未來我們一定要好好來檢討 以及未來台灣的詐騙 是不是可以快速的下降 因為最近這幾年我們都知道 詐騙的塑料是節年升高 所以我說政府的單位 這邊一定要趕快 好好來去檢驗 然後最後我要提一件事情 我記得蔡英文總統 講了一個 講了一句話很重要 他說一個政府 不可以永遠處在政經中 我覺得現在最震驚的是 全國的人民 所以我覺得 我們未來一定會好好來檢視 未來NCC在打炸的部分的檢討 這件事情其實是對NCC是一個很大的羞辱 等於是公然打他一巴掌 因為第一個你NCC 你本身就應該在打擊詐騙犯罪上面 你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結果你沒有 你當過主秘員 當過委員的人 反而去助紂為虐 幫助犯罪集團做壞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因為你NCC本來的名聲就沒這麼好 因為民主國家不能隨便關掉一個媒體 尤其是個這麼重要的媒體 你說我們在這邊講過很多次 川普很討厭紐約時報 他敢動紐約時報一根寒毛嗎 他很討厭華盛頓郵報 他很討厭NCC 他最多講說你們都出來的東西 CNN 對不起 CNN 他最多講說fake news 你們就知道假新聞而已 他連動都不敢動他一根寒毛 我們竟然把中天一個全台灣最重要的電視台之一 就把它關掉 說關就把它關掉 請問你他是通敵還是叛國 既沒通敵也沒叛國 所有的這個媒體的命運 要由觀眾 由讀者來決定 他的報導不好 報導失實失真 百姓就不會買他的報紙 就不會收看他的電視的節目 他也就沒有廣告 然後他就最後只有關門 台灣媒體這樣關門的有 尤其報紙關了一些 尤其早年的時候 所以你既然你政府也不 蔡政府也不管這個事 你讓你這個NCC為所欲為 就把一個中天電視給關掉 再對台灣來講 這是一個永遠留下的一個污點 來 俊宏 國人坐在國人家 這個事情不是政府派他去的 他是他個人離職之後去任職 我很驚訝 因為你這個NCC的委員 應該很了解 你自己有沒有受管制 你竟然還敢 錢也不多 5萬好連假 這個不可思議你知道嗎 現在整個NCC確實已經陷入 所謂的政黨之間的這個 比如說惡鬥 就是大家很繃緊的狀態 你這個樣子 NCC未來根本這個談判籌碼 就被消掉一半了 我覺得陳肖翔不能說 他很震驚就帶過來 因為我相信蕭琴紅不會是 卸任之後才跟這些業者很熟 他一定自己在任的時候 就已經跟他們有所接觸 所以你應該回頭查一查 自己的內部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好像今天在開這個 靜電視釣業小組的這個會議一樣 NCC現在有這麼這麼多的問題 但你卻沒有辦法說清楚 這些事情你應該要努力的來解釋 不是說什麼釣業範圍等等的 到底在害怕什麼東西 如果你是公開透明的 你清清白白 其實這些東西都可以提供給大家 來做檢視 而且這個蕭琴紅 他就是雙重的 一方面他自己一定很 他擔任過主密 他一定很清楚相關的規定 所以他違反旋轉門條款在先 然後你又去協助一個 這個業者在從事詐騙行為 他幫他們去 他幫他們去擬一些相關的 一些的規定 規範 讓他們去通過NCC的行政集合 還去跟中華電信 他們可以簽約 他真的是雙重的 他不僅是雙重 而且還能拿5萬塊 真是太廉價了 這麼多的事情 詐騙這麼多 沒有 他詐騙這麼多 還給他付一個月5萬塊 他會不會覺得他自己太廉價了 好不好 你的詐騙賺了6億多 對 你看好糟糕 他的數學真的很不好 你看 你幫他寫條文 幫他通過NCC的所有的法案 然後你自己還只領5萬塊 你不覺得很丟臉嗎 我覺得這個部分就像晶瑩剛所提到 絕對不是現在才認識 之前就已經長期就是這樣 所以NCC如果不調查清楚的話 而且現在我們要提出來 你還要交給NCC調查 不是 NCC你畢竟還是他的主管單位 我現在要交給NCC 不止 你時則不是 Biddle 你也立刻的 但你公開 不明 你永遠